原标题 甘肃省一个县,人口超四十万,因为一条河而得名 甘肃省,省惠兰州 对于甘肃省这个地名,是取甘州与宿州二地的首字而成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甘肃省一方面,因元代设甘肃省,简称甘 另一方面,又因省境大部分在农山以西,而唐代曾代此设立过农右岛,故又简称为农 截至2018年,甘肃省下辖十二个地级市,两个自治州,八十六个县,市、区 其中,就庄浪县来说,总人口超四十万,隶属于甘肃省平良市,位于甘肃省中部,六盘山西路 在历史上,庄浪这一地名,因为一条河而得名 一首先,庄浪县隶属于甘肃省平良市 在地理位置上,庄浪县位于甘肃省中部,六盘山西路,东陵华亭县,西京宁县,北宇宁夏龙德县,京原县毗林,南河张家川县,秦安县接壤 东西城五十六点三七公里,南北欢四十六点六零公里,总面积一千五百五十三点一四平方公里 就庄浪县的历史来说,春秋战国时期,该地区为西龙所占据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盈正建立秦筹 在郡县制下,金甘肃省庄浪县一带,出龙西郡这一建制 西汉原封五年,公元前一百零六年,金平良市庄浪县一带,属梁州天水郡所辖 东汉时期,改天水郡为汉阳郡金甘肃甘谷县,该地区属之 二东汉末年,金庄浪县一带分属永阳郡的阿阳县,接亭县 三国这一历史阶段,位属于三国鼎立,金庄浪县一带成为曹魏的疆域 不过,诸葛亮北伐中原期间,曾攻占该地区 在三国时期,曹魏改接亭县为略阳县,庄浪在那时,属广魏郡略阳县 西晋建立后,又恢复广魏郡为绿阳郡,该地区属之 南北朝时期,金庄浪县一带先后前兆,前秦,后秦,北魏,西魏,北州等国 也及该地区的建制和归属变化较大 北魏时期,金庄浪县一带北属秦州略阳郡阿阳县,南属隆城县,东属京 朱平梁郡华亭县,展开全文三随文帝阳间建立随朝后 改秦州为天水郡,并设立和阳县,该地区 唐朝建立后,金庄浪县一带西南,属隆用到秦州隆城县峡,东北属关内到隆州华亭县县 唐朝中后期,该地区属土藩 北宋建立后,金庄浪县一带属秦凤路的隆战县所辖 彼时,该地区作为北宋和西夏的交界地带,可谓兵家必争之地 元朝建立后,推行行省至,金庄浪县一带隶属于陕西行省 公元1227年前后,元朝在该地区设立庄浪路,仍属陕西行省 旧庄浪路之以地名,因为庄浪河而得名 庄浪河,古称溺水,一名建水,溺水,溺水,为黄河上游之流 四最后,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该地区先称庄浪州,隶属于陕西城宣布正式四奉降府 到了公元1375年,明朝将庄浪州为庄浪县,改立进明州,鼠孔昌府 由此,就该地区来说,于明朝时期建县,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 使得,清朝中期,庄浪县并入隆德县 到了1913年,恢复了庄浪县这一建制,隶属京元岛 1927年,庄浪县只属于甘肃省 2002年6月,撤销平良地区和县级平良市,设政地级平良市和空洞区,庄浪县属地级平良市 截至2018年底,庄浪县总面积达1553.14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45万人 对此,你怎么看呢?文庆怀历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